为什么说漫威宇宙的复仇者联盟要比DC宇宙的正义联盟更成功呢? 首先,DC宇宙里的超人确实太强大了 他战力崩坏,独领了DC的风骚 纵观整部电影,联盟其余成员一直在被反派荒原狼追着暴走 甚至荒原狼压根没把他们几个荡盘踩 时不时的还会开启单人solo模式为自己找点乐子 但当超人出现时,整个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 即便荒原狼被打得眼冒蓝光,也无法与超人有效抗衡 反观复仇者联盟,虽然最终是托尼打出了那个详指拯救苍生 但这一切的背后却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协作 每个角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像蚁人,虽然在团队中地位不高 甚至钢铁侠都不认识他 但只有他提供了获得宝石的方法 还间接动员了剩余复仇者与灭霸展开殊死搏斗 但就是这样一个为拯救世界立下汉马功劳的人 在几年前却还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街溜子 他的名字叫斯科特 在没成为蚁人前 他曾因为盗窃的缘故被捕入狱两年 出来的那天好兄弟小胖早已等候多时 随后他第一件事便是看望的心心念念的女儿 但前妻却毫不客气地将他推出门外 因为自己没有支付过任何抚养费 所以根据规定他有权利不让斯科特探望 没办法 他为了女儿也只好上街找工作 然而现实的残酷又给斯科特当头一棒 有钱客的他即便是在一个冰激凌店上班 最终也会被开除 于是为了能按岳父上抚养费顺利见到女儿 他听从狐朋狗友的意见重操旧意 之后他们通过多方打听 最终锁定了一个心意的富老头 说干就干 几人趁着主人不在家的这天迅速分配好工作 三人负责技术方面的掩护 而斯科特则娴熟地翻入院子 之后轻而易举地爬上二楼 接着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 轻轻插入窗户凤一会儿 就顺利进入到了别墅内部 可当他轻松打开第一扇门时却傻了眼 里面的这层防盗门居然有一个老式的指纹锁 就当同伴以为功亏一篑的时候 他却二话没说来到厨房翻找工具 先用找到的胶带轻轻粘了一下门把手 随后又掏出502 顺手找了个圆形模具 接着把胶水注满整个模具 再用煤气炉小心烘烤 不一会 一枚生物假指纹就崭新出场了 核对成功绿灯亮起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另一面更为复杂且坚固的大纲门 放到别的盗贼身上可能会知难而退 可奈何斯科特是一个拥有电气工程硕士学位的盗贼 同时他还精通物理学 因此一下便想出了对付大纲门的突破 他做出反应在门身上凿出大洞 接着架上漏斗框框往里面灌水 最后再加入大量的液带 由于热胀冷缩 门内的精力零件开始发生错位 与此同时为了把声响降到最低 斯科特摆上气垫挂起棉被 果然每一步都如他所料 随着最后一颗螺丝弹飞 那大门轰然崩塌 按捺住兴顿斯科特进入内部却再次待住 其中除了几个彩色瓶子外 就只剩下一张地图和一套老旧机车服 本着贼不落空的原则 还是带走了看着更有价值的机车服 可他不知道 就在不远处一只背着摄像头的蚂蚁 却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而监控这边的老头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原来这都是他部下的一个局